他出身没落之家却富可敌国 他村宫未见却连连高升 27岁的军纪大臣 公王府内的藏宝楼 和珅如何成为乾隆朝第一宠臣 成败论乾隆下步 和珅的崛起 乾隆帝和珅是清史中最让后人感兴趣的一对军臣 围绕他们演绎出来太多的民间传说与趣事 而在真实的历史中 乾隆帝与和珅也可以说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一对军臣 据史书记载 和珅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三等侍卫 却在一年之内出任军纪大臣 兼内务副宗馆 从此之后和珅一直高居要位 不但先后兼任户部尚书 兵部尚书 吏部尚书 还是文华殿大学士 太子太保 成为乾隆皇帝身边的第一宠臣 其实与当朝的其他大臣相比 论军功 政绩 门帝 和珅都原部主人 但是他的升迁速度之快 关节之高 管事之广 兼职之多 权势之大 无论是在清史 还是在整个古代史上 都是极为少见的 于是后人对于和珅 绅士之谜 和珅得宠之谜 和珅贪财之谜 和珅倒台之谜等等 有了太多的分析与揣测 那么当年和珅究竟是如何走入 乾隆帝的视野呢 未受皇恩的他 又是如何成为乾隆王朝 从即盛到衰落的最直接的推手 作家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张宏杰 带领我们走进乾隆 还原历史 敬请收看成败论乾隆下部 和珅的崛起 那么和珅是怎么样 对乾隆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呢 这个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我们在上一集讲过 乾隆晚年呢 为了满足自己生活享受的需要 大肆收受贡品 有的时候 乾隆收受贡品已经到了失态的 有损帝王尊严的这个程度 有人可能要问了 你皇帝要什么东西 你自己花钱买还不行吗 你干嘛非得收贡品 你这样收受贡品 影响多不好 那么应该说乾隆皇帝要花钱买呀 还真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皇帝没钱 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 皇帝啊 富有四海 对吧 整个天下都是他的 他怎么能没钱呢 你把国库拿过来花不就行了吗 你说的呢 以前朝代啊 可能是这样 但是清朝不许 清王朝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 他呢 在中国古代治理水平是最高 皇帝的整体节点程度也最高 帝王群体呢 是自制力比较强的 这样一个朝代 比如 明代的太监最高的时候多达十万人 清代呢 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三千人 反差很大 所以到了清代呢 这个财政制度和以前也多少有点不一样 顺治年间 清王朝设立了一个历史上啊 从来没有的机构 叫内务府 这个机构呢 直接服务于皇帝的个人生活 也就是相当于皇室的大管 国家的财政收入 由户部 也就是相当于财政部来管理 皇帝的个人收入呢 就由内务府来管理 所以呢 两者井水不犯河水 那么也就是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皇帝的收入就固定化了 你不能随便把国库的钱 拿来给自己花 那么皇帝的个人收入 从哪来呢 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 皇室呢 拥有大量的皇庄 就是皇家庄园 清代的皇庄呢 主要分布在北京周围 以及东北那一片 也就相当于清代的这个特供农场 提供大量的优质无供害的这个鸡鸭 牛羊 花果梨桃 新鲜蔬菜 共皇室日常消费 这是第一条 那么你皇帝家不能光吃饭呢 对吧 也需要钱花 所以呢 内务府可以通过经商 放贷 垄断 特许精英权的方式呢 来给皇帝创点收 找点零花钱 所以清代的内务府呢 可以经商 可以向商人放高利贷 也可以经营部分垄断商品 比如清代这个人参和貂皮的贸易 就由内务府来垄断 有的时候 皇帝个人甚至会介入到这个生意和贸易当中来 你比如天龙皇帝呀 对这个钱比较在意 想让内务府呢 多创点收 就指示内务府的官员 前后十一次到 恰克图地区 凯购了大量的俄罗斯皮货 什么海龙皮呀 灰鼠皮呀 雕皮呀 买了非常多 回到中国呢 一部分派人到南方去贩卖 另一部分呢 在北京设了几个皮货铺 准备大赚一笔 结果内务府的官员呢 对这个行情不太了解 他们采购的这个品种呢 不太符合中国内地消费者的这个需要 而且呢 一下子买的太多了 供大于求 导致这个皮货价格呢 大幅下滑 最后呢 赔了一笔 这是清代内务府档案 明确记载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 各地大臣的进贡啊 就成了皇帝生活的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也就成了他收入的第三个部分 所以以前朝代 大臣们进贡多少 对皇帝的生活呢 可能不造成直接的影响 但是在清代 贡品的质量就决定了皇帝生活的质量 所以乾隆皇帝呢 才大肆的收出贡品 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那么虽然收了很多贡品 到了晚年啊 乾隆仍然感觉这个钱不够花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讲过 乾隆皇帝啊 在古代史上是创了多个个人记录 其中有一个记录呢 他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一个收藏家 他喜欢收藏古丸 字画古域 那么这些东西不能光靠进贡 因为好多好东西啊 是藏在民间 藏在老百姓家里 你虽然是皇帝 你也不能强行拿走 对吧 你得花钱买 这就需要钱 除此之外呢 皇帝生活啊 需要花钱的地方也多了去了 比如乾隆喜欢装修 把三海重新装一遍 得花钱 过年过节 给后宫的这些妃子孩子们 每个人一点压岁钱得需要钱 哪儿哪儿都需要钱 所以呢 越到晚年 乾隆越感觉这个钱呢 不够花 手头啊 越来越紧 就在这个时候 和珅出现了 乾隆四十年秋天 皇帝出巡山东 在传统时代啊 交通不变 所以即使是皇帝出巡呢 在路上其实也挺没衣服 所以一边走呢 乾隆就一边把这个预叫的侧帘拉开 向外观看 一看 看见旁边呢 骑马的侍卫当中 出现了一张新面孔 这个人呢 二十多岁 皮肤白皙 面容清秀 眼睛不大 但是炯炯有神 骑在马上时 风度翩翩 乾隆就问 你多大了 叫什么名字啊 进宫多长时间了 这个人回答 说我今年二十六了 我呢 姓牛呼噜氏 名字呢 叫和珅 我是三年前进的宫 去年呢 才被提拔为乾清门市委 所以今年呢 头一次 陪您老人家出差 这个年轻人回答完 乾隆啊 开始对他感兴趣 不是他说的这个内容 多么特别 而是他回答问题 这个神态啊 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一般人 头一次见皇上 肯定都非常紧张 对吧 很多人呢 一个完整的句子 都说不出来 但是这个和珅呢 回答皇帝的问话 语言流利而得体 态度呢 恭敬而从容 一点也不紧张 乾隆呢 就接着问他 说你读过书吗 和珅说 读过 我不光读过书啊 十八岁那年呢 我还参加了一次举人考试 不过呢 没能考中 乾隆说 能背乳文乎 就是说 能把你的这个 当时的考卷呢 背上几句嘛 和珅说 行啊 于是呢 随行随背 绞节异常 一边走 一边背 不长时间 就把八年前的那张卷 从头到尾 都背了下 乾隆是大为惊讶 乾隆于是派人去查一下 这个和珅是什么出身 什么背景 一查呢 和珅也算得上是世家出身 他的父亲 长宝 曾经做过福建副都统 就是相当于福建省军区司令员 所以呢 他小的时候啊 读过一个贵族学校 叫咸安工学 但是长宝呢 去世的比较早 所以和珅后来啊 毕业之后呢 就托这个亲情关系 进攻当了侍卫 今年呢 已经是第三年 乾隆一看 这个和珅 家世清白 背景良好 很高兴 就把这个和珅呢 留在自己身边 让他做了自己的贴身侍卫 试着呢 派他办了几件事 什么事呢 这次出巡山东 接下地方官员 采买物品 安排食宿 就有和珅负责 那么几件事办下来啊 乾隆发现这个和珅 很不一般 心思很缜密 头脑很清楚 办事呢 考虑的非常周到 乾隆是大喜国王 于是这一年年底 乾隆头一次见和珅呢 不过才三个月 乾隆就任命和珅 为御前一等侍卫 兼副都统 这个很不简单 我们刚才说 和珅的父亲 长宝啊 做了一辈子官 最后呢 做到了副都统 和珅呢 年纪轻轻就做了副都统 如果说乾隆四十年 一场偶然的君臣对话 成为和珅人生的转折点的话 那么乾隆四十一年 就是和珅最春风得意的一年 就在乾隆帝与和珅 这对大经历史上 最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君臣 相遇之后的第二年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 二十七岁的和珅 被受为户部右侍郎 三月任君级大臣 四月兼内务府总管大臣 十一月赏代一品朝官 十二月四次进城骑马 那么在短短一年之内 从皇帝身边的普通侍卫 到位高权重的君级大臣 和珅受宠发起的真实原因 是什么呢 所以和珅这个升迁呢 已经不能说是坐着直升飞机上 那得是坐着火箭升上 这种升官的速度 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 那么和珅这个人何德何能 能让乾隆皇帝如此欣赏他 关于这个历史上有很多说法 有的也使说 说是因为乾隆有一个妃子 长得很漂亮 乾隆呢 非常喜欢他 但是这个妃子不幸 年轻的时候就去世 碰巧这个和珅的长相 跟这个妃子呢 是非常像 所以呢 乾隆以为 和珅是这个妃子的转世 把这个对这个妃子的宠爱呢 就转到了和珅身上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 说和珅这个人呢 很精明 上学的时候呢 苦练书法 而且专门模仿乾隆的笔体 模仿的非常像 所以考得乾隆的欢心 应该说这些说法啊 都是胡编乱造出来 完全不着边际 如果我们严肃的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呢 乾隆重用和珅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和珅符合了乾隆晚年特殊心理背景下的特殊需要 乾隆晚年有哪些特殊的心理状态呢 晚年的乾隆啊 被两个矛盾的问题所困扰 第一个矛盾是乾隆大权独揽的这个政治欲望 和他每况愈下的这个身体条件的矛盾 第二个矛盾呢 是他不断增长的物欲 和他拨给百姓增加负担的这个承诺的矛盾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 我们知道乾隆政治信条的第一条是大权独揽 这个权力啊 要由我皇帝一个人牢牢掌握 绝不分担给他人 所以即使到了晚年 乾隆皇帝这个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 越来越难以支撑繁重的日常政务 但是乾隆也从来没想过 说把我的权力呢分给身边的这些大学士 军机大臣这些朝中的重臣 那么为了在年老体衰的情况之下 仍然做到大权独揽 皇帝就需要一个顺手的拐杖 换句话说呢 他需要一个能干的秘书 这个秘书呢 应该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这个人在朝中啊 应该是没根没底 没帮没派 这样他才能俯首贴耳 听皇帝一个人的指负 那么第二呢 这个人应该是非常能干 非常精明 能够替皇帝办理一些处杂的事情 而和珅呢 他恰好 就满足了这两个条 和珅身上啊 有三个常处 让乾隆呢 不得不重用 哪三个常处呢 第一 和珅的这个知识素养 符合了乾隆的需要 我们说过 和珅年轻的时候呢 读了一个贵族学校 叫咸安工学 这个咸安工学 是当时最好的一个学校 以招生条件严格而文明 清朝文献通考 记载 雍正七年 设立 咸安工学 俊秀学童 可以学习者 选九十名 令其读书 其教习 着汉林院 于汉林内 选九人 就是说 这个学校 是雍正皇帝 亲自下令设立的 学生呢 只选拔九十人 那么老师呢 从汉林院当中 选拔九个人来任教 一个老师 教十个学生 你说这教学质量 还能错吗 所以能考上 这样一个 要求严格的学校 证明和珅 他的这个天赋呢 是非常突出的 那么这个咸安工学 他的设立目的呢 是给清王朝啊 培养高级的政治人才 所以课程设置呢 是非常全面 也非常合理 既有传统的 这个经史典籍教育 又有少数民族 语言文字教育 同时呢 还有书画 武功齐射 火器 这些项目 那么在学校当中啊 和珅是非常用功的 一个学生 品学兼优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说过 和珅的父亲长宝啊 很早就去世 和珅深知 他只有通过努力学习 才能出人头地 所以他的学习成绩啊 比别的学生都要好 在毕业的时候呢 他已经精通了满汉猛藏 这四种语言 而且呢 武功齐射也非常好 这样呢 就非常符合乾隆的需要 因为我们知道 在清朝啊 涉及高级政治机密的文件 通常是用满文写成 特别是军事情报 军事文件 都是用满语写 因此呢 乾隆朝只有一个汉族大臣 能够设身最高机密 谁呢 张庭玉 我们讲过张庭玉 他也精通满文 因为他考中进士之后呢 曾经专门学习满了 所以这个语言能力 在清代 是你能否进入政治最高层的 一个必要条件 那么在乾隆五十六年 另外一场战争 库尔喀战争之后啊 乾隆又一次下旨 奖励赫申 乾隆说 去岁用兵之计 所有指示机遗 每兼用新汉文 此份颁给达赖喇嘛籍 传誉普尔喀赤书 并兼用蒙古西藩字者 书南歇人 为何身成指书欲 俱能办理智 就是说去年用兵打仗的时候呢 我下达的这些指示啊 有的是用的汉文 有的是用的蛮文 而我下达给其他地方首领的这些文件 用的是蒙文和藏文 在朝廷之中 同时能精通这四种文字的人 太难找 只有何身一个人能够辅佐我 把这些事情都处理的井井有条 所以我们说何身这个人呢 他是有真才实学的 他并非完全靠这个钻营的功夫 生上去 那么以上呢 我们说的是何身的智商和知识水平 符合乾隆的需要 除了智商之外 何身的这个情商啊 也非常突出 何身这个人呢 性格很活泛 业余爱好非常多 琴棋书画无所不同 诗写得特别好 那么我们知道乾隆皇帝酷爱写诗 这样呢 何身就能够跟他呢 相互唱课 除此之外 对乾隆来说 何身身上呢 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何身这个人呢 很善于与人相处 和谁待在一起呢 都能让这个人感觉非常轻松 非常愉快 第三条呢 何身这个人呢 非常干恋 善解人意 凡事啊 不用皇帝 废一句话 乾隆四十五年 皇帝派他出差到云南 充任钦差大臣去查办 云贵总督李世瑶的这个贪污案 李世瑶呢 我们讲过 就是那个鲸鱼给乾隆办贡的那个人 处理这个案子 何身的分寸呢 把握得非常好 到了云南 他既迅速的找出罪证 处理了李世瑶 又能做到不牵涉其他任何人 保持了当地政局的稳定 这种处理方式呢 非常符合乾隆的心意 所以在何身还没有回朝 走在半路的时候就下旨 提拔何身 户部尚书 兼义政大臣 虽然何身不但精明能干 还精通多种语言 但不争的事实是 他却是大清王朝近三百年历史中 最大的贪官 今天的公王府原是何身的私宅 府中有一座神秘的后照楼 这座俗称九十九间半 实际一百零八个房间的后照楼 据说是何身专门用来 放置金银珠宝的藏宝楼 在楼的后墙上 那四十多个造型各异的窗户 更是传说分别对应不同的宝物 当年何身只要看一眼窗户 就能够知道屋内藏了什么宝贝 那么一向明察过慎 恩威难测的乾隆帝 为何始终对贪婪成性的何身 宠敬有加呢 我们说过乾隆晚年呢 面临着两个矛盾 其中另一个矛盾呢 就是他不断增长的这个物欲 和不给百姓增加负担的这个承诺的矛盾 乾隆这个人呢 他既贪图享受 又不想破坏既定的财政制度 不想给老百姓啊 留下什么话罢 这样呢 在晚年他就迫切的需要一个理财专家 来给他呢 开辟一些财员 而何身呢 就是一个理财高手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何身是中国古代啊 少有的大理财家 中国传统士大夫有一个特点 就是耻鱼谈钱 好像一提钱呢 这个人就变俗了 但是何身不是这个 他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 非常喜欢经营财物 传统的财富观念呢 往往是静态的 很多人发了财 有了钱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买地 把这个钱呢 投在土地上 因为这个土地啊 是固定的 对吧 他永远也跑不了 这样才能安心 但是何身不是这样 何身认为啊 这个钱你得让他流动起来 才能产生更大的效力 那么后来何身的这个贪污受贿所得 只有一小部分用于投资不动产 大部分呢 都投资于各个商业领域 我们根据历史资料 可以判断出 何身的这些钱呢 投资很多行业 包括金融 地产 矿山 物流 医药 商业 各种行业都有何身的身影 根据当时的资料统计呢 何身在北京啊 进当铺就开了12家 包括什么 永庆当 庆余当 恒星当 恒聚当 等等 这些都是京城典当业的巨头 除此之外呢 何身呢 还曾经开了印铺 杖局 瓷器铺 药铺 古丸铺 弓箭铺 柜箱铺 鞍毡铺 粮食店 酒店 杠房 石灰窑 等等等等 此外呢 他们家还拴了80辆大马车 用于从事运输业 这些行业的平均收益率呢 当然要远远高于地租 就是那些不动产 何身呢 也往往用来选择出租 来创造效益 后来据超家的官员汇报 何身呢 仅在北京啊 这个出租房屋呢 就多达35处 总共呢 是 一千零一斤半 每年 共取租银 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 取租钱呢 是 四千四百九十二调 二百四十文 可以说在当时 只要是赚钱快的行业 都有何身的身影 那么传统师大夫呢 不愿意提钱 但是何身 在金钱面前呢 他确实能做到亲兄弟 明算账 何身的亲舅舅 明宝 有一次 从何身那儿呢 借了一万五千两白银 档案记载 何身给他按 每月一分体系 后来力滚力 滚到了两万多两 所以成为乾隆皇帝的 私人财务助理之后呢 何身的这种经营天才啊 在整个国家的财务领域 就得到迅速的体现 乾隆四十一年 皇帝任命他做内务府大臣 在这之前呢 内务府是连年亏损 赤字连年 何身到了内务府 不到一年 就扭亏为盈 出现盈域 乾隆四十三年呢 又任命他做了 崇文门岁务监督 经过何身的治理整顿 不长时间 崇文门岁官 就跃居全国三十多个岁官的前例 所以这两炮打响呢 乾隆对何身的这个理财才能 是非常信任 乾隆感觉啊 何身简直就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 随时能垫出他所需要的财富 所以后来呢 慢慢的跟财政财务有关的所有衙门都归何身来管理 所以何身呢 后来做了户部侍郎 户部尚书 管理户部三户 内务府大臣等等要职 据史书记载 在乾隆帝宠信和珅的二十多年间 重要的封赏竟然高达四十余次 从难觉到公觉 从户部右侍郎 到户部尚书 兵部尚书 吏部尚书 文华殿大学士 太子太保 其升迁之快 任世之凡 总揽之巨 有清一代绝无尽有 而何身在不断赢得乾隆帝欢欣的同时 也开始为他自己拒脸钱财 黄金白银 珠宝珍丸 名人字画 都是何身的最爱 所以在民间 一直有何身复克敌国的说法 那么何身为什么会如此疯狂的贪污敛财 他的哪个天才发明 竟然成了加快大清王朝 向毁灭华洛的助推器呢 这就涉及到何身身上了 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致命的缺点 什么缺点呢 那就是没有操守 不讲原则 如果说何身活着有什么原则的话 那就是我要做最大的官 我要吃最好的东西 穿最好的衣服 享用最好的艺术品 这是何身的人生追求 在何身身上 没有传统士大夫那种担当精神 没有为国为民献身请命的精神 没有那种治军姚舜上 在史风俗纯的那种理想主义追求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何身的个人原因 何身这个人呢 从小对钱呢 看的就比一般人要重 我们刚才讲了 何身的父亲呢 在何身早年 就是何身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在父亲去世之前 何身家呢 是清代的高级官僚家庭 生活条件很好 但是父亲去世 家里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断了 于是迅速就落到了平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长大之后呢 何身对钱比一般人要感兴趣 所以这是何身个人人性的弱点 那么除了这一条之外呢 何身的没有操守 应该说跟乾隆中期之后 这个政治导向也有关系 我们说过 乾隆中期之后呢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 乾隆啊 采取了很多残酷的措施 这些措施呢 虽然收到了一时稳定之效 但是呢 也造成了士大夫阶层和官僚阶层 这个精神的堕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乾隆这个严厉的精神控制 对社会各阶层的这个积极性 创造性都造成了严重的束缚 所以在乾隆去世之后呢 汉林边修洪亮吉 马上上书嘉庆皇帝 他说 人才至今日消磨待尽 就是现在这个环境啊 已经不能再产生人才了 可以说乾隆皇帝啊 打断了当时世人和官僚的脊梁骨 他告诉官员们 你们不要有什么独立的人格追求 不要追求什么太高的理想和价值 对吧 你们就老老实实给我当奴才 能做到百依百顺就可以了 因此从清朝中期开始呢 大臣们呢 就越来越平庸 越来越迅速 也越来越不讲操受 和珅呢 就是这样一股潮流的典型代表 我们看和珅的所有所作所为啊 很少从大清王朝的长远发展来考虑 他考虑的只是满足乾隆的眼前需要 这样呢 很多措施就对清朝的整体利益造成影响 比如这个易醉银的制度化 这个易醉银的制度化呢 是和珅为了创造台元一个天台发明 一个初题创造 却也是清王朝有顶峰向下滑落的一个助推器 那么什么叫易醉银呢 易醉银呢 是从这个罚凤发展来 罚凤古以有之 就是官员如果是犯了点小错的时候呢 会罚掉他几个月的工资 这个呢 康熙雍正的时候呢 经常采用这种办法 但是到了乾隆中期呢 乾隆觉得这种办法呀 不起什么作用 为什么呢 数额太小 起不到警醒和震慑的作用 所以乾隆就搞了一个易醉银 这个易醉银呢 起点很高 要罚就至少要罚你上万两百亿 乾隆的本意呢 是罚的重一点 让这些犯错的官员呢 肉痛一下 对吧 能够记住 并没想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财政来源 但是和珅当政之后 他马上发现了这个易醉银的好处 什么好处呢 罚凤是古以有之 明文记载 所以呢 他的整个过程是公开化的 规范化的 罚了钱呢 要归国库 由户部进行管理 跟皇帝啊 个人不发生关系 但是这个易醉银 因为是乾隆皇帝后来自己搞 所以呢 史无前例 没有明文记载 这个钱呢 就可以归入到皇帝的小金库 过程呢 就不公开 不透明 所以和珅认为 这是一个很好的新的财源 所以在和珅的大力建议之下 乾隆皇帝呢 就把这个易醉银给制度化 什么叫制度化呢 就是大臣们所犯的错误 只要不是杀头的罪 对吧 其他什么大事小情 重到出现严重的财政亏空 轻到在这个奏折上 错了几个字 都可以一罚了知 那么易醉银制度化之后啊 很多大臣就发现了易醉银的妙处 什么妙处呢 就是我犯了一点小错 我就给皇帝送上一笔很重的易醉银 第一表明我呢 自我要求非常严格 对吧 第二呢 我通过这种方式 变相的给皇帝送钱 以前我想贿赂皇帝 我没有机会啊 现在我有机会 所以大臣们呢 经常给皇帝主动送易醉银 比如河南巡抚碧园 有一次上授乾隆 说呢 他有一个要案 这个案犯一直没能抓获 感觉很羞愧 要自罚易醉银两万两 闪干总督勒尔锦 跟天龙皇帝说 说呢 有一个玉石走私的案子 我呢 有失查的嫌疑 所以呢 我给您送四万两易醉银 更有顺者 河南巡抚 叫何玉成 他说 我有一次写奏折的时候呢 不小心把这个香灰撒在奏折上了 我呀 惶惶不可终止 心里怎么也过不去 所以呢 我要给您送三万两的易醉银 天龙一看呢 也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感觉这个何玉成啊 手笔太大 天龙说 不用了 啊 我免疫两万两 你交上一万两就可以 所以在和珅的操作之下呢 这个易醉银制度 就往这个乾龙晚年的钱包当中注入了大量的现金 据密记档记载 在乾龙晚年短短13年当中啊 发生重大的易醉银案件 有68起 平均大臣们所交的易醉银 三万两左右 最大的一笔呢 达到了38万4千两 但实际上 这个易醉银措施啊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政 乾龙皇帝从这个易醉银之中呢 搞到了几百万两零花钱 但是这个制度给大清王朝造成的损害 却可以说数以亿万计 甚至可以说 他呀 掏空了大清的统治基础 为什么呢 因为你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 你拿了大臣这么多易醉银 在大臣们真的犯错的时候 你就不能不高抬贵手一点 对吧 所以这个易醉银制度 不但洗不到惩罚犯罪的作用 反而是成了犯罪的保护衫 免死派 有了这种制度 大臣们贪污起来 腐败起来 做起坏事 就更加有恃无恐 大不了我找和珅通融通融 对吧 交点易醉银 就完了 那么在乾隆朝呢 这个易醉银实际上 反而促使这些官员 去贪污腐败 乾隆皇帝晚年 丧失了禁取兴 所以呢 大清王朝也终止了 向上的势头开始下滑 和珅的出现 又成了这种下滑的助推器 在这种背景之下 乾隆晚期啊 就出现了大量的 触目惊心的贪腐大案 那么这些案件 案情具体如何呢 我们下一集再见 谢谢